灵魂对我说 激活灵性的实用指南 作者 理查德·巴雷特 译者 刘璇 胡依若 曾和坤 第四章 意识的进化 现实的多维模式特点之一 就是它能令我们清楚区分心智与大脑 大脑是三维物理现实的一部分 而心智是思维能量现实的一部分 心智处于能量场而非大脑中 由于大脑由物质组成 大脑中也存在能量场 因此 我们可以说心智就是大脑的能量场 或是大脑的功能性与心智在身体的能量场中相互交汇 这个结论与卡尔拉什利的研究不谋而合 卡尔拉什利是现代生理性心理学鼻祖 也是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力的脑科学家之一 他进行了一系列实验 涉及训练老鼠走迷宫 然后取走它们大脑的不同部分 以观察走迷宫的记忆储存于大脑何处 在这些实验中 他发现记忆不是由神经系统的某一部分进行调节 而是渗透式分布于大脑的各个部位 我认为这个结论与某个关于记忆的假设相一致 即作为心智功能之一的记忆存在于大脑的能量场中 大脑并不是身体中唯一具有心智的部分 因为肉体本身也有心智 在医学证据的支持下 脑死亡情况时的肉体依旧能保持存活状态 肉体能在原子与细胞层级做出决定 以调节身体机能 从而使肉体在那样的条件下存活 在生物学上 这样的能力被称为稳态 也是一种无需从显意识心智中获取指令的自动程序 我们将这种来自于外体心智的 能够让我们存活的功能称之为稳态 外体心智的运行依靠组成人类身体的原子与细胞的集体认知来完成 除用于调节内部身体机能保持肉体存活的外体心智之外 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内我心智 内我心智是肉体的认识中心 它连接着调节身体外部功能的心智和大脑 从而能够保障身体安全不受伤害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 心智的基本功能是什么 我认为任何心智 无论是外体心智与内我心智的基本功能 就是接受信息 分析信息 并依靠分析结果做出决定 从而增强拥有心智的实体的生存活力 包括存活 环境安全与自身安全 心智做出决定 形成各种行为 来支持实体在三维现实的物质世界 与社会领域中实现自身功能 相关实体必须具有意识才能获取信息 它必须认知到自身内部正在发生的变化 以及外界环境中发生的降低其保持肉体存活能力的变化 从而采取行动对那些情况进行补救 因此 我们可以将意识定义为带有目标的认知 并且该目标就是在实体存在的物理性架构中 维持其内部稳定与外部平衡 当我们在总体进化和人类身体的个体进化过程中 引入此论证时 我们很快就能得出结论 我们的存在需要依靠在不同存在平面上出现的一系列意识觉知活动 存在平面 为了理解存在的不同平面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需要将注意力转移到进化的论题上 根据我们的三维科学家的说法 宇宙中的一切都起源于140亿年前的大爆炸 大爆炸后一切都与进化有关 从能量进化到物质 从物质进化到有机体 再从有机体进化到生物 人类作为生物之一 正在尝试着掌握通往下一阶段的进化过程 当我说一切都源于140亿年前时 我所说的一切 不仅包括原子、细胞以及人类等构成的物质世界 还有本能、思维、感觉、信念以及价值形成的世界 当然 如果内界发展与外界不能保持一致 那么进化将不可能发生 这里的内界是心智机能 外界为包括大脑在内的身体机能 从进化的视角来看 若按照物理、化学、生物学、心理学 以及社会学的顺序来对这些现代学科进行排序 这个顺序正好代表了不同进化层级的时间顺序 物理学让我们了解到 在那场最终产生了原子的大爆炸后 能量场的量子现实随即创造出来 化学让我们了解到 构成最初细胞的分子结构与原子世界的进化 生物学让我们了解到 创造出最初生物的细胞与有机体的进化 而心理学或社会学让我们了解到 独立人类的进化 以及诸如油群、部落、城邦 以及国家等群体结构的进化 这些学科中研究的每一个实体 及研究对象 都代表着单独的存在平面 即能量平面、原子平面、细胞平面 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平面 在城市中 每一个存在平面都为实体进化到下一个存在平面 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平台 建下表 因此 对于地球上的生物来说 进化从原子的自立和独立开始 然后相互间接形成分子 而分子能相互协作形成细胞 在细胞能够独立生存后 它们相互连接形成有机体 而有机体相互合作后形成了生物 人类作为生物的一种 正在学习如何自立和独立 及个体化 以及如何同其他同类成员 链接形成游群、部落、城邦以及国家 然后国家也正在学习如何互相合作 从而创造出如欧盟这样的高阶地域化实体 以及如联合国这样的全球化实体 而下一步进化将会把国家凝聚 形成单一的全球化实体 而且从中创造出一个新的存在平面 我将该存在平面称为人性 进化的阶段 基于以上解释 我们可以根据范围不同与复杂度不同 将上表中每个存在平面分为三类次平面 独立实体存在次平面 由独立实体聚集构成的群体实体存在次平面 以及由群体实体聚集构成的存在次平面 在第三类次平面上 一些群体实体合体进化形成进化链上的更高阶实体 并作为独立实体进入新存在平面 而另一些实体则将不再进化 在之前的著作中 我将这种进化过程称为进化普遍三阶段 第一阶段 自立独立 包括原子细胞以及人类在内的物质实体 必须首先在其生存框架内自立独立 如果它们无法自立独立 它们将会消失分解为属于低级存在平面的自身的组成部分 意识即实体能够维持内部稳定与外部平衡的方法 如果没有意识 那么它们将无法发现威胁其存在的变化 并且也不能采取正确行动 以保证其在我们的三位物理现实中存在 第二阶段 联合群体 当实体所在框架变得复杂并威胁其生存时 实体必须学会如何与其他实体连接形成群体结构 如分子、有机体以及家庭等 该结构可以通过提升群体顺应性 以保证群体中每个实体的完整性 而独立实体形成的结合意识也将继续支持该群体 第三阶段 合作进阶 当群体所在框架变得更加复杂 更具威胁性时 群体必须学会如何与其他群体合作 形成高阶实体 如复杂分子、复杂有机体 以及有群、部落、城邦、国家 这个高阶实体将会保证自身完整度 并且提升每个群体 以及每个实体的顺应性 每个群体的联合意识 也将协作支持该高阶实体的生存 这种三阶段进化过程解释了三个问题 每个存在平面的独立实体如何在自身的生存框架中建构自身 独立实体如何连接形成群体结构 以及这些群体结构如何形成高阶实体 从而进化进入到下一个存在平面 而该进化过程发挥作用的关键 就在于每个平面及次平面内的实体 拥有维持某种稳态、连接以及合作的能力 因此 在我们的星球上 处于40亿年进化最前沿的 正是进化最为完整的人类的能力 它们连接形成国家 并在国家之间合作、形成地域化或全球化实体 最终让全人类的概念成型 这种观念将会在我的书籍 《爱、恐惧和国家命运、人类在世界事物上意识进化的影响》的第一卷中进行详细解释 联合与合作的能力 在每个存在平面上的各种实体中 仅有一种实体能够成为下一个生存平面的根本基石或稳定基岩 该实体在原子平面为碳元素 在细胞平面为真核细胞 而在生物平面即人类 如果你问 是什么样的共同性质让这些特定实体 碳元素、真核细胞、人类 成为进化链上的重要成分呢? 你将会目睹进化中的隐藏规律开始浮出水面 而该问题的答案十分简单 那就是联合与合作的能力 碳元素是所有元素中最稳定的一种 因为它有四个电子可以用来形成共架件 共架件在所有化学件中最为稳定 因为其需要与配对原子分享电子 由于共架件的稳定性质 碳元素能够形成在人体内 任何部位都能找到的稳定复杂分子 碳元素是人体中含量第二的元素 仅次于氧元素 而在宇宙中是含量第四的元素 仅次于氢元素、氦元素以及氧元素 碳元素化合物的种类 比其他元素的所有化合物种类加在一起还要多 碳元素也是人类目前已知的几乎所有生命形式的化学基础 真核细胞与其进化学上的先祖元核细胞不一样 是因为它拥有不同的结构 以及能够形成分享认知的共同体 不同于细胞器生长在细胞膜上的元核细胞 真核细胞发展出了内部细胞器 并使细胞膜成长且专私交流 更强的认知与交流能力让真核细胞互相协作形成细胞群 然后展现出类似的特别功能 例如肌肉、骨骼、大脑等等 真核细胞是所有生命的细胞基础 被看作进化链上第三段链的人类 比其他生物拥有更强的联合与合作能力 这些生物包括现已灭绝的人类近亲 即猿人与德安尼特人 将人类从其他类人种族中选拔出来的重要条件 是人类拥有的大炉腔 这种结构有助于人类神经皮质的产生和发展 而神经皮质中拥有的思维、想象、表达 乃至语言等有利因素 将会帮助人类通过社会连接 以及互相合作共同生存下去 人们认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 胜过其他类人种族的原因 就是因为人类拥有交流能力 想象能力 以及抽象思维 例如预测未来事件 每个处于存在进化链上的原子、分子、细胞、有机体以及生物 都需要在其分别存在的平面上 觉察到其内部发生的变化 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 并由此在结构上、外形上、以及行为上进行适当改变 从而保证它们在各自的存在平面上自立、独立 换句话说 它们在各自存在的框架中学会了如何存活 随着不同存在平面上的进化推进 我们可以注意到进化的重点 从物理性联合转移到了合作 匈牙利哲学家及系统理论家 埃尔文·拉兹洛将这种转移描述如下 在从原子一直到人类社会的进化的每个阶段中 实体之间的联合能量强度逐渐降低 取而代之的是逐渐升高的合作与组织的能量 这个规律在士族形成部落以及部落形成国家的行为中能够被观察到 在士族层面存在家庭联合 在部落层面存在种族联合 而在国家层面 例如民主国家存在价值联合 这种从联合能量到合作能量的逐渐转变 让实体以及群体发生了结构改变 以提高他们的觉知层级 同时也扩大了面对外界威胁时采取的反应或回应范围 人类的身体正是一个完美的例子 可用于解释不同存在平面中联合与合作如何发挥作用 在你所处的外部框架中 你依靠内我心智与其他人合作生存下去 同时依靠外部心智调节你的内部机能 在第一级层级里 器官的心智在其存在平面内互相合作 从而与外部框架中的疾病与障碍相抗衡 帮助你的身体存活 同时他们依靠自身细胞的心智调节 其内部机能 在这一点上 细胞与器官相似 细胞的心智也在其存在的平面内互相合作 从而与外部框架中的病毒与感染相抗衡 帮助你的器官存活 同时他们依靠自身分子的心智调节其内部机能 如此循环下去 分子的心智通过与其他分子合作调节外部平衡 并依靠自身原子的心智调节其内部机能 原子的心智通过与其他原子合作调节外部平衡 并依靠自身质子 中子与电子的心智调节其内部机能 质子 中子或电子的心智通过与其他质子 中子或电子合作调节外部平衡 并依靠自身带电粒子的心智来调节内部机能 在这条依存链的各阶段中 每个实体的意识都负责调节其外部平衡 而依靠下一层级的实体来调节其内部稳定 当我们到达电子 中子与质子的存在平面阶段后 我们也就来到了三维世界与四维世界的桥节点 量子理论告诉我们 作为电子 中子与质子的下级存在 带电粒子能够以粒子的形式存在于三维物理世界 也能够以信息波的形式存在于四维能量世界 我们身体里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拥有其心智 该心智以拥有质量与形态的状态存在于三维物理框架中 从而维护内部稳定与外部平衡 与此同时 该心智也存在于四维能量框架中 并尝试维护其内部稳定与外部平衡 因此 人类的外体心智是由其身体赖以生存的器官的心智组成 器官的心智是由其赖以生存的细胞的心智组成 同样的 细胞的心智是由其赖以存在的分子的心智组成 分子的心智是由其赖以存在的原子的心智组成 原子的心智是由其赖以存在的质子 中子与电子的心智组成 质子 中子与电子的心智是由其赖以存在的带电粒子的心智所组成 在意识第四维中 带电粒子的心智都包含于其赖以生存的能量场中的信息波中 所以 能量场是我们的三维物理世界中一切的根本现实 正因为如此 保持原子 分子 细胞与器官的能量场协调 且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使我们存在于世 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以及心理良好的关键 实体在其存在平面运用某种认知模式 令该实体体察周遭环境 并使其能够有内部稳定与外部平衡 该认知模式表述如下 在能量的存在平面上 基本粒子及其群体结构 电子 质子 中子 通过保持其电磁场处于平衡状态来维护内部稳定 同时通过与其他相似共处粒子连接与合作来维护外部平衡 在第二级存在平面上 原子及其群组结构 分子 通过保持其电磁处于平稳状态来维护内部稳定 同时通过与其他相似共处原子或分子连接与合作来维护外部平衡 在第三级存在平面上 细胞及其群组结构 也就是有机体 通过保持其电化学组成处于平衡状态来维护内部稳定 同时通过与其他相似共处细胞或有机体连接与合作来维护外部平衡 在第四级存在平面上 人类及其群组结构 包括油群 部落 城邦 国家 通过保持其情绪能量处于平衡状态来维护内部稳定 并且通过与其他相似共处人类及其群组结构连接与合作来维护外部平衡 由于所有高等存在平面 也就是细胞与生物 都包含了对应的低等存在平面 也就是原子与能量 因此 一切实体最终都依靠保持其电磁能量场处于平衡状态而存活 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爱因斯坦说 场是唯一的现实 在被四维能量场包裹着的三维物理现实内 我们并非独立生活 而是同呼吸共生存 在我们形成的那些群体中 也就是在油群 部落 城邦以及国家内也存在能量场 该能量场由群体内每一个成员的能量场所组成 我们提到该能量场时所使用的各类名词中 文化便是其中一个 每一种人类文化都有其自我与灵魂 文化各异也就是自我与灵魂的差异 将不列颠人与法国人 德国人与波兰人 中国人与日本人等等区分开来 如同每一个独立的人类个体一样 每一个人类群体文化都在经历一场进化学习的旅程 在我的书《爱 恐惧和国家命运》第一卷中 我已经开始探索这种动态形式 及国家意识的进化 基于以上讨论 我希望你能明白能量场不仅是你的根本现实 它还是你的灵魂居所 我们的灵魂都是处于意识第四维的能量场 依靠其自身存在于物理世界的意识 与我们的三维现实相联系 当灵魂取得物理形态时 每一个原子、分子、细胞及其器官的心智中 都充满了灵魂的意志 这种在所有生物中都能发现的生存意志 正是灵魂意志在三维物理形态上的体现 了解进化 前面定义意识定义 为带有目标的觉知 基于此定义以及我们从存在平面对于物理进化的理解 我们能够将进化重新定义为 目标为在逐渐复杂的环境中获得、维护、提升内部稳定与外部平衡 存在于物理实体及其群体结构中的发展能力 或从意识第四维的量子世界来看 进化是为了在物理世界实现自身统一而存在于意识中的演变能力 这就是我们的灵魂的真实目的 在意识第三维中 真实而又无所优惧的生活 也就是价值导向的生活 并显现它们的才能 也就是目的导向的生活 从而在我们的物理现实中相互统一 换句话说 它们的目标就是在三维物理现实中 有意识地实现它们在意识第四维中体验到的世界 即一个充满统一与爱的世界 当我们逐渐帮助灵魂完成它们的愿望时 我们就已经创造了宗教经文中所记载的极乐世界 我们的灵魂是个体化的宇宙能量场 宇宙能量场被一些人称为神 被另一些人称为零点能量场 也就是包含并联系一切的宇宙的背景量子能量场 零点能量场被称为无限可能与纯实的状态 它同样也是无限爱的状态 当我们在生活中不再恐惧并建立信任时 我们在心智中打开了空间去体验爱 并在三维世界中实现存在于四维真实中的爱 小结 本章要点如下 一 意识可以被定义为带有目标的觉知 二 意识的目标是让物质世界的实体存活 三 保持存活并得以生存下去的强烈欲望 是灵魂意志在物质世界的体现 四 为了在物质世界存活 在每个存在平面的每个实体及其所有的群体 都必须学习如何维护内部稳定与外部平衡 五 由于在每个存在平面的每个实体与群体都是能量场的一部分 存活就意味着要保持实体电磁场与其群组结构处于平衡 六 物质世界的进化可以视为 为了在三维形态下实现自身统一而存在于意识中的发展能力 在下一章中 我将会描述人类能量场的构成部分 即该能量场与人类大脑的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